欢迎收看屈机小世界,我是Dr. Raymond 菲律宾三个月后就大选了,选总统 菲律宾的总统制度是六年的,不能连任 于是杜特伊特一定不能做下去 但现在已经有几个人出来参选了 问题就是,无论哪个赢都好 他们都会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 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眼中第一岛链的一员 但这次选举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大家还在意义,菲律宾以前有一个独裁的领袖叫做马可斯 今次的选举里面,他的儿子就有份参选 很多选民都说,很想选这个 因为他们很怀面当年的黄金岁月 这件事其实很奇怪,明明那个是独裁者 为什么你又想怀面他的岁月呢? 为什么你又想怀面那个所谓的黄金岁月呢? 这件事的背后,究竟跟美国有多少关系呢? 而这件事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今个星期,我们就由菲律宾总统选举去看看这些种种的问题 我们就说今次说菲律宾总统选举 不过说菲律宾总统选举之前有一件不可不提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选举制度 5月9日就是他们选举的日子 到时六千七百万的选民就会去选出他们的下任总统 副总统、参议员和一系列的地方官员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有回忆看一些选举新闻的话 譬如像美国那样,选举是一妈妈的嘛 即是好像立场那样,一买就买一妈妈 你不会跟别人说买一条的嘛 即是好像美国那样,拜登立场就是夹何锦麗立场的 是一妈妈的,就没得你拆开来买的,会被人骂的嘛 但菲律宾就很有趣的,可以拆开来买的嘛 即是说你可以选一个总统,然后就不选他副手 选另一个副手,然后就要他两个夹合一块 即是说你可以一条纳肠加一条蕴肠就叫一妈的 这个就是今天菲律宾的总统选举制度 换而言之,你是绝对有可能找了一个名系 一个是左和一个是右,两个大纜扯不埋 贴仓门臣,叫了家务人 一个做总统,一个做副总统 今天的菲律宾正正就是这样 总统是杜特尔特,大家电视就见得多了 副总统就是罗布雷多 但其实这两个人在当年2016年选举的时候 他们是敌人来的 选完之后才无端端将这条蕴肠和蜡肠摆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明明是敌人,政见不同,走在一起 当然是一样都搞不定 就很简单,好像刚刚去年那样 有记者问副总统说,菲律宾政府有什么方法抗疫 副总统就走出来说,这个政府是没有方法的 他没有想过任何东西 他也不打算和你抗疫 那两天之后,总统就是杜特尔特就走出来说 喂,你不要再火上加油好不好 他真的这么说,火上加油 有趣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想像一下 这番说话是万子良说的 他就会说,你不要再火上加油了,八婆 那当然,八婆那个字就收回了 那但是,问题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政府里面 你是想得到,究竟他的政策有多顺 有多容易走的,其实真的很难走的 因为下下,如果不是选正你拍得到的拍档 都是难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看得到,菲律宾由他的选举方式 以至到他人民选择的方式 都某程度上挺矛盾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事实上,在那么多个过去的菲律宾总统里面 杜特尔特的民望,算是最高的一位 但问题就是,他的经济措施并不是最好的 而事实上,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都在说,他抗疫的不力 他的经济搞得不好 那他到底做过什么呢? 如果你问一般的菲律宾人,他会告诉你 杜特尔特这段时间,有几个很好的成绩 第一,容易了申请passport 咦?这样都关事? 是的,的而且确,以前在菲律宾申请passport 是一件难事 又排长龙又麻烦又耐 还要山长水远去到马尼拉 但现在就简化手组 但是申请passport 不可以看成是正绩的一大部分 事实,杜特尔特另外一个 都真的挺有用的正绩 就是令到菲律宾的白领职位增加了 除了白领职位增加之外 所以基建的项目也都在过去的六年 就慢慢逐个逐个上马 但是大家都知道 基建这家东西选你几年 上马而已 看怕都是下一个才有好处 现在只有做字 但是问题就是,除了白领职位多了 可能会令人见到有少少的正绩之外 其他的正绩很多时候都为人够病 特别就是他对付毒犯的手段 大家都知道,在菲律宾上一阵 他初初上任的时候 他真的手重地将毒犯就地正法 有很多人都强烈地去谴责杜特尔特 甚至乎有人是高到他上法庭 那当然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 那个立场和允肠的问题 允肠肠肯定是走出来吵 允肠肠就说 哇,你的人权问题 认真差,血迹斑斑,诸如此类 你想想,明明是你的副手 但是天天走出来隔你,你都不努力了 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刚才都说了 杜特尔特是其中一个最高民望的菲律宾总统 但是偏偏呢,他的正绩又不是最好的那个 那你会问,那些人要什么 如果大家看一看的话 一个多月前,初初说预备选总统的时候 就无端端走出来 那个就是马可思的儿子,小马可思 小马可思走出来选的时候 初初的民望就不高 只有十几百分之支持 但是这两天刚刚正式开始选举 民望就飙升到五成了 他就变成最有机会 最有力去问鼎这个总统补座的候选人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由于杜特尔特过去的六年 经济上的正绩就真的欠逢 当然就有个新冠肺炎 问心一句,哪个国家领导人 敌得到新冠肺炎 很多都顶不住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说 哇,经济差得那么紧要 好希望经济回到当年辉煌的时候 就好像马可思的时候 讲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的时候 菲律宾那段光辉的日子 得意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 明明就是说那个是独裁者 他们自己都是这样叫的 马可思是独裁者,又贪污又成 又收了很多钱,诸如此类 但是偏偏他就想要个独裁者 你觉得是不是很讽刺呢? 来到这里,我们必须要看的 就是究竟现在有什么人 预备去欠这个总统导座 不过我们不说那么多,我们就说三个 当然,第一位就是我刚才说的小马可思 小马可思就是搭档杜特尔特的女儿 就是Sara Duterte 就是沙拉杜特尔特 不是沙拉,是沙拉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润场 就是今天的副总统 他走出来选 他的支持度暂时是排第二 而排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菲律宾前权王 文尼柏基奥 但是说这三个人的恩怨情仇之前 不能不说就是菲律宾的政治生态 在菲律宾他们就有一个词会 叫Political Dynasty 意思是政治王朝 意思就是说一见到你的姓就知道 哇,在你家出总统的 他们是很觉得如果你的家族是做过总统 或者你的家族是有那些权力、势力的话 那你是很容易可以做到总统的 那你会有很大权的 而事实上在菲律宾很多地方都是 老公选完议员 老婆就会在旁边的市友选议员 于是者慢慢地扩充他们家族的势力 如果大家看回这么多年的菲律宾总统选举 大部分情况当选总统的 都是受菲律宾主导 即是雷宋岛 和北面的那班有钱一点的阶层 和一些精英人士他们的支持 那当然你会说 喂,普罗大众又怎样 他们呢 于是乎就有另外一个想法 除了王朝之外 就是名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怀疑的话 很多菲律宾的总统或者前总统 都是一些前演员、前明星 甚至乎我们刚才说的马可思 他老婆即是艾美代 都曾经是一个出名的明星来的 所以他们很依赖这种明星 加影响力的这种手段 去取得权力 但是既然说的是这种 家族性的手法的话 自然之一定会有历史的问题 那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杜特伊特的女儿 会联手和马可思的儿子 即是小马可思 去联手选副总统和总统呢 那就要看回他们的渊源 如果你以为到底伊特不懂马可思 你就错了 马可思 我说的是前独裁者马可思总统 他在1986年被流放出去 去了夏威夷 他去了夏威夷的时候 其实他的家族不是就这样放弃的 事实上在1989年 即是放逐了三年 他的儿子就已经回到菲律宾 而当时时呢 当然他爸爸已经过了身 而在这个时候 他的儿子就慢慢再开始 选一些地区的官员 政府官员 去到2016年 其实他们已经是参议院的议员了 你会见到 他们是逐步逐步地 慢慢慢慢地爬上去 而当然他有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 就是今天的总统杜特伊特 2016年的时候 杜特伊特已经在提议 就说不如这样吧 把马可思的遗骸 由夏威夷搬回去菲律宾 葬在国家英雄墳墙 所以很多人就吵 当然说不行 但是这件事就正正透露了 杜特伊特的家族和马可思家族的关系 不单止杜特伊特的家族和马可思家族他们的私交岑督 记得我刚才说的 是说政治王朝和名人的一个混合体 即是说他们如果想选赢总统的 多数就会利用政治王朝那种势力 加上一个名人的效果去做到赢到大选 那你会说了 什么名人效果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杜特伊特之所以在菲律宾那么受欢迎 其中一说就是说 他是善于利用民粹的 而他的女儿呢 张同道理也是一个很懂得用民粹的人来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 他的女儿在2011年 就当着电视台记者面前 揮拳打一个收地的官员 哇 即时就爆红了 令到大家就觉得他的女儿很能打得 这一件揮拳打收地官员的事情 足足令菲律宾上下觉得 哇 杜特伊特的女儿十分之点 杜特伊特他本人也是善于利用民粹的 所以在你看到他的过去六年政绩 其实他的政绩的确不及他的上任 即是亚基罗三世 亚基罗三世上任的时候他很有利 因为他的再上一手呢 即是阿罗约夫人呢 阿罗约夫人呢 的而且确搞到经济就很麻烦的 所以当他上任的时候 即是当亚基罗三世上任的时候 他将菲律宾的经济架好些 已经拿了彩了 但是杜特伊特呢 就不同了 当他接手亚基罗三世那支棒的时候 他就发觉原来已经 经济是去到六点几%增长 要维持一个六点几%增长的 而且确不容易 接着再加上一个新冠肺炎 就令他果足不前了 我们上车说这么多小马可思 和杜特伊特的女儿先 讲讲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了 那妈蜡腸 就是蜡腸和蜿腸的蜿腸 就是他的副总统 这个副总统羅布雷多呢 他的政綱就十分之精彩了 当然啦 不忘一定要插下杜特伊特先 就说他侵犯人权 当然是因为他对毒梟的 那个勒手的措施啦 当然也不能少说他抗疫不力 还有当然是他亲中啦 不过最有趣最有趣的 那个政綱呢 如果你选他的话 他就会在马可思家族里 拿回当年他们手挂的民脂民膏 啊 这样算是政綱来的吗 事实上在很多菲律宾人的角度 当你看着一个人六年来 你不停在那儿骂同一个男人的时候 然后他告诉你 他会做一件事的 你都会问啦 你骂了六年 为什么你不帮手 所以虽然他说就排第二 但是他的支持度呢 是远远落后 刚才我说的小马可思 和杜特伊特的女儿的 当然 接着来就是第三个啦 第三个就是菲律宾拳王 文尼柏佩奥 文尼柏佩奥这个角色就很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意义的 我刚才说的 他们一般的选总统的方法就是 就是家族王朝 加上一个名人或者一个明星 为什么呢 家族王朝就可以拿到 吸到那些上层菲律宾人的 或者是中产以上菲律宾人的 他们的票源 更加可以吸到那些有钱的菲律宾人 但是劳虎大众又怎样呢 劳虎大众喜欢选明星的 打算选个平民总统的 所以有明星效应是最好的 但是柏佩奥呢 他既又不是明星 又不是来自一个什么政治王朝 他是一个拳手 当然是一个很出色的拳手 所以他只是带着他个人的桌 个人的明星去参选 这样一来 很明显的就是 就算很多人选你都好 不要忘记我刚才都说了 每一次菲律宾总统选举 赢了那些都是中上阶层支持的 那些候选人来的 无端端会有一个这样的走出来 其实他的胜算的而且确不高 但是当然了 大家都很愿意去见到多一个竞争的对手 特别是他不会赢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怀疑的 刚才我说的这三个里面 除了杜特尔特和小马可斯之外 另外两个都是说他们不喜欢杜特尔特亲中的 他是不是亲美我就不知道 不过说法就是他们不满意他那么亲中 这个正正就是去到美国出现的位置 如果大家看回菲律宾过去的历史的话 你会看到其实菲律宾曾经都真的风光过的 1950年代的菲律宾 当时他们的国民生产种植 是紧紧排在日本之后 是亚洲第二高的 当时的菲律宾的确是有黄金岁月 但是好景不常 他们的土地政策 以至到他们安排 经济转型上面的确是失败 导致到1960年代之后 开始就走下坡了 那当然了 不要不记得的就是 其他的亚洲四小龙等等 一个一个都开始慢慢起飞 这个时候人家跑 你不跑就当然是输了 但是不要不记得的 其实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有很多机遇 包括最初最初 美国在1946年叫菲律宾独立的时候 有一个协议 就是菲律宾给美军在那里主军 但是换来的是独立 那当然了 美国为了想主军就给了他独立 那当然就有一男子其他的要求 但是菲律宾之所以 我说他当时好运 就是因为有越战和韩战 韩战爆发的时候 当时正直就是菲律宾 刚刚经济起飞 黄金岁月的时候 很多订单都因为美军要出去打韩战 所以就去了菲律宾 菲律宾也都接了很多这些 无论是军工业或者整衣 甚至是食物的 那我想大家都听过 譬如好像生力啤这些呢 就是菲律宾一些很出名的食品工业 那当然了 去到越战的时候 越战也都令到菲律宾 无端端就多了很多订单 美军要去打越战 那当然是就地取材 近近地找东西运过去的 所以菲律宾又收了很多订单 那你会问 那为什么菲律宾之后会搞成这样的呢 事实上在1970年代 菲律宾开始经济就已经萧条 当时菲律宾开始动乱 而且还有很多示威、游行 那时候马可斯总统就说 要实施戒严 那当然你会说戒严 喂 马可斯的政权不是美国扶植出来的吗 戒严 又是这个问题 多得越战 当时美国在想 越战的时候正正就是打北越 即是打共产 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是觉得很害怕很害怕共产党 他们觉得不可以让北越赢的 但是偏偏北越就赢了 这件事令到美国在菲律宾简直是疯了 所以他就说 不管了 就算你要实施戒严也罢 起码我都是维持着一个亲美的政权 所以他就说知菲律宾人死活 支持菲律宾的总统马可斯实施戒严 一届就是14年 当然啦 一直到1986年 如果你问中间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美国都心知肚明 知道马可斯在菲律宾本土 根本开始越来越不受欢迎 但是无可奈何 这个是他们唯一的一只棋 如果他放弃了 他又怕会被共产主义抬头 所以他就无办法死撑下去 但是这个时候 他见到有一个可选择的人可以取代 这个就是当时的亚基洛参议员 就是后来做了总统的亚基洛夫人的老公 当他见到这件事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列根就派了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书尔茨 就飞去菲律宾 就说我们都想见一下这个参议员 日子就是1986年的6月 这头讲完说想见他 8月这个参议员就被人拍了 那当然啦 这件事当然是令到美国很不努力 有没有搞错啊 我想找多一个来制衡一下你 你都不行 于是一于就搞大他 菲律宾就出现了他们的所谓黄色革命 这个黄色革命呢 就成功令到马可思倒台 而上台的就变成哥拉桑 即是亚基洛夫人 但问题就在这儿了 由86年亚基洛夫人上台 一直到今天 其实菲律宾的经济 在中间那段时间都一层不起 如果美国真的帮他们变得更民主的 为什么不经济上帮他呢 之前呢如果你看一下 在马可思年代 美国是扔大量的钱进去的 当然呢 扔了这些钱进去 那些钱也是被胡乱辉货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1970年代 美国呢 就扔了大量的钱 连同那些私人机构 扔了钱进去菲律宾搞核电厂 但是当时呢 选址就很有趣了 他们选了在一个地震带上面 建核电厂 那当然了 建完之后这个核电厂 从来都没用过 也都从来都没发过电 最惨的就是 要付钱的 还要还的 一还 你猜还到什么时候 就还到2007年才还完 那就是还成三十几年前 那你想象一下 美国其实真的要收回他的钱 还要搞到他一获足 经济又不见得好去多少 但是纯粹就是给了他什么 民主两个字 对啊 你有民主 你可以不停地选自己的总统 但是换来的就是一个乱字 那你会说 这个跟民主没关的 你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问题是 美国帮他们所谓搞民主 或者推动在后面 幕后推动他们的民主 并不是为了菲律宾的人民 他只是为了他在亚洲区的利益着想 他希望控制住这个政权 其实这个地区的人民有多惨 他真是说知他们 原本在1950年代 风光一时的菲律宾 当年啊 连日本航空公司都要问菲律宾航公司借飞机啊 为什么啊 因为菲律宾航公司是1950年代 是第一个拥有亚洲区运输机队的公司 十分之不得了 但是一转眼 只是几十年而已 就好像捱薯仔那样 认真惨 还要输出劳工 如果不是 你都不会见到今天有那么多菲律宾的外傭来到香港打工 去到台湾打工 甚至去到内地打工 在1966年马可思的年代的时候 菲律宾的外债是5.99亿美元 去到马可思落台的时候 外债已经高达247亿美元 不要不记得 有90亿美元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核电厂的那一个project 一个核电厂就不见了90亿 而那90亿是用不回的 不要不记得 90亿在过去30年还钱的话 你要还多少利息呢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中国弄债务陷阱的 美国早上弄了 还搞获足 不单是债务陷阱 就有个民主陷阱 所以难怪菲律宾的老百姓会觉得 很希望回去那时候的所谓黄金岁月 因为起码不会乱到像今天那样 不知道选了什么人出来 事源是如果你问一般的菲律宾民众 政府会为你做什么 他们都会告诉你 其实政府不会做到什么 没什么做的 那你选来做什么 就选下 那其实选来会不会改善民生 没有人会觉得会改善民生 只不过是选下的 一个希望 基本上就好像买落合彩那样 买个希望 有没有 不知道的 那你想想 民众对于政府失望如此 这个又是什么的民主制度呢 而事实上 美国不但没有帮他们 还要向他们继续收钱 还有不要忘记 他还叫其他那帮伙伴 例如当时的日本 不要再投资那么多到菲律宾 如果大家看回以前的数字 你会看到 当时日本的经济已经起飞了 80年代 很厉害了 而在当时 即是我在说1987年 到1991年 刚刚阿基勒夫人上台的这段时间 其实日本的所有投资 基本上都去了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这些国家 但是菲律宾少之有少 如果真的这么帮他的话 给外卖投资他 就可以慢慢帮他转型 他并没有这样做 当时的美国 所以有一证明了 美国当他输出民主的时候 他只是顾着自己 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 他不会理你的死活 所以你的经济好与否 和他基本上是没关系 而实际上 菲律宾的人民 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 菲律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 其实是不断地在还之前 欠美国的这些外债 欠美国的这些钱 他一毫一毫慢慢还给他们 于是乎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说十年前 当中是亚基罗三世 即是之前我说的 亚基罗夫人的儿子 亚基罗三世做总统的时候 有一件事就是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特意去菲律宾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菲律宾航公司 要换飞机 他就叫他买波音 亚基罗三世想想想想之后 倒是不肯定了 宁愿跟Airbus买 和空中巴士买 都不跟美国买 这件事令到希拉里 立即生气爆爆地走去 而且还跟菲律宾说 我们本来给你那些战兰 不给了 不给了 那当然了 我说突突都要给一些 结果就是 通过日本给了一些 再旧一些的战兰 他们 即是阿耶约的战兰 死了 那些都不是战兰 原来是巡逻艇 菲律宾这个国家 其实从1986年到2016年 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的人民 汇钱回去的 而外汇的投资真是很少 那当然你会问 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 这个世界是圆的 所以永远都是风水轮流转 去到2020年开始有起色了 环顾亚洲区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去到越南都好 他们的外贸投资 每年都在下跌着 唯独是菲律宾在上升着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明白到 就是马可思家族 其实这个家族 某程度上是被美国出卖了 然后就扔他走的 这么辛苦用三十多年时间 在菲律宾政坛爬上来 你觉得 他们如果跟到底伊德 又很朋友的话 又怎样会那么喜欢美国呢 因为他们正正就是被美国出卖过的 那一班政客 所以在他们的角度 他们不是想亲中 不过他们不亲美 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些说亲美的政客 就是刚才我说的 阿允祥啊 就是副总统就是罗布雷多 你又明白 为什么他们就会说 你亲中是不对的 你也都会明白 为什么权王 文尼柏夫我又会说 他希望亲美了 原来因为他们 没被美国出卖过 咦 好像似曾相识那样 如果大家有怀疑的话 美国一向都是这样 输出所谓的民主 输出完民主之后 你国家的死活就是你的事 他是不会理的 他也不会帮你 你说要民主嘛 给了你啦 你自己搞定啦 有钱要还啦 你全国家一起做工人 还钱给我啦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有违疑的话 当香港走出沙士的阴影的时候 谁真是来支持香港 当香港在2019年 慢慢走出黑暴的时候 谁又来支持香港 给香港有稳定呢 如果你看看菲律宾的话 他说他有民主喔 却之有黄色革命啦 搞定了啦 到头来是什么 是两代人辛辛苦苦 挨女仔那样还钱给美国 一些好处都没有 所以你说菲律宾 是不是中国的盟友 肯定不是住 是不是美国的棋子 他也未必想再做 因为他觉得 做来做去都没有好处 所以在这个选举里面 如果没有猜错 看怕都是杜特尔特的女儿 和这个小马可思会 顺利胜出 如果他们真的顺利胜出的话 那么这个菲律宾 又是继续变成一个 朴朔迷离 陷陷糊糊糊的菲律宾 他既不想亲美 但是也不敢很大声说亲中 所以对中国 照正是一件好事 常常听到人说 说黑暴之后 我们要放弃一代人 说真的 幸好有国家在这里撑住 不然就像菲律宾那样 要放弃两代人 甚至三代人 所以总结一下 人们常说 他们选总统那几个人 要么是亲美 要么是不亲美 其实说真的 是跟美国有没有仇口 所以他才被迫不亲美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说 给民主一个这样的国家 就可以令那个国家蓬勃的话 错了 到头来他们都是自己捆了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 银河包 找数 一点好处都没有 还要连累几代人 那你说 这样的民主要不要得过呢 在另一边商 如果菲律宾是不会走回去亲美的话 那也就是很明显会告诉大家 就是菲律宾这个美国以前眼中的第一岛链成员 慢慢就会退息了 也就是说 机遇又落在我们手上了 所以如果要说好中国故事 不是应该趁现在菲律宾和美国关系 慢慢日渐疏离的情况下 慢慢开始做吗 有时不是我们想说好就说好 而是要等到对方走开耳朵来听 那我们说菲律宾选总统了 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卖多少广告的呢 本地很厉害的 那广告歌都可以唱了 选总统 个个吉里古鲁 说信他 他阿爸够筛 是不是也行 无谓问 问日后 或者更遥远 沉住戏 别放弃做实事先 唉捱足三十年啊 弟弟都肯知美国走了去 珍秀家 美国输出难探 唉唷 还了多少 或者二百八十亿啊 脚立不帮手 意够饭 不信她 信一分你够饭 下星期再和你屈基小世界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赞好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